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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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是简直就是一副少女模样 甚至有粉丝表示 作为乐圈老司机 我们的山峰姐姐 这一次是真的害羞了 而被问到如果和自己的男神金丞母合作 有亲密气氛时会怎么办 秦岚更是直接表示 不行 我会害羞 完全就是小女孩的感觉 不得不说金丞母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不仅是我们山峰姐姐的理想型 不少女性都曾公开表示自己对金丞母的喜爱 其中包括林志玲 李嘉欣这样的女神级别演员 遇上金丞母后 完全就是小粉丝模样 让人感叹果然男神就是男神 在如此低调没有什么花边新闻 影片产量不高 但是依旧能保持如此高的评价 难怪那么多的女性都奉之为男神 对于提高男神就秒变娇羞的秦岚 不少网友都表示也太可爱了吧 甚至还有粉丝表示这简直就是自己遇到男神的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秦岚的终身大事 可以说是让粉丝们操碎了心 完全就是比秦岚自己还上心 经常遇到觉得比较不错的男性 都会爱我们的山峰小姐姐 也是让秦岚哭笑不得 而作为粉丝 小编表示完全能够理解秦岚提到金丞母的激动心情 看到我们复长皇后 少女心脏爆发的样子 可以看出秦岚对金丞母确实是真爱 也希望秦岚能够早日实现和金丞母合作的愿望 对于两人同框的画面 你们期待吗 接下来的概念 接下来的概念 接下来的字幕 wohl是什么 接下来的那种 结合一点 终身的额 女性 一点 私判断 接下来的